我本來是有一塊土地 我種得好好的 但是因為種久了 一輩子都在務農 所以要蓋一個資材室 那都申請過了喔 結果何川曲殺出來說 你這個不對 要懲罰你 要罰款 我們現在來看這則報導 丫頭田兄在田之林 嗆嗆嗆安息 不是多少咧 兒子媳婦手持清香 向過世的爸媽禀報 他們的冤屈終於得以伸張 苗栗沾姓老農 在竹蘭溪大岸溪畔 有六分農地 五十多年來種植水稻 跟葡萄等作物 2017年9月 為了包裝作業方便 決定在果園內蓋農舍 向縣府跟公所申請建造通過 沒想到何川局半路殺出 已經蓋到90%了 何川局的人就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那邊不能蓋屬於何川地 那我很下課啊 我就想說奇怪 我們都有申請啊 為什麼不能蓋啊 明明取得新建許可書 卻被何川局要求 在兩個月內拆除建物 開罰205萬 甚至還凍結占性老農的財產 兒子說爸爸自知小蝦米 無法對抗大金魚 終日鬱鬱寡歡 2018年11月底 活活被氣死 媽媽也在10天內 不幸往生 他是無辜的 他有同意書 他有建造 你還要這樣駁回他 立委徐志榮得知後 直接在立法院跟行政院長 蘇貞昌求情 最後終於還占性老農公道 退還205萬罰款 事情嚴重這樣了 我們該付的責任 我們也所謂負責 有時候就會有屬實 屬實我看怎麼去挽回他 相關單位強調會負責 但家屬難以接受 面對親人相繼離開 心中的痛又該如何彌補 人都活活氣死啊 那10天之後換馬馬走 然後後輩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這個好不容易 用積蓄蓋好的一個資材室 其實就是農社 放農居的地方 也活生生把人家打掉 現在卓然政黨說 我們也是有屬實啦 會負起該負責任 但是你能賠一條 賠兩條命嗎 這個其實公錢力 在執法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害死 因為人民是非常脆弱 人民在遭受這個東西 然後房子要被拆 然後另外要花205萬 然後戶頭整個都不行 他買農劑的東西 整個都不能用啊 所以他整個突然變成這樣子 他一輩子都是 在做這種農事的事情 他不懂得這樣 所以很多人被公錢力害了 或者創傷症後勤啊 或者想不開啊 或者怎樣啊 或者自殺等等 所以公錢力啊 執法的時候 應該要按照理性 要按照法律 不能夠強制奪理 不能夠活活把人家害死 這樣不是不好的 嗯 那像這個事情 現在終於是平反了喔 那九安政公所 有坦誠疏師 何川局這個 應該要把承辦員 拿來鞭打一下吧 有什麼救濟的方法嗎 一樣是要提告是不是 沒有 這個其實應該講 就是苗栗的習立龍立委 他去主張還有跟立法院 不是到立法院執行 蘇貞昌院長 還有王美花也在旁邊 所以他們其實可以做 所以表示我們的行政單位 其實可以做 他是按照行政程序法 117條撤銷 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做 怎麼不能做呢 誰撤銷啊 就蘇院長說撤銷就可以撤銷啊 沒有 他們就是讓這個 原本何山傑這個問題 要執行的問題 就是他就可以撤銷 按照行政處分就可以撤銷 那中先生的陳先生的陳先生 為什麼不能撤銷啊 法條就規定很清楚啊 他有信賴 然後也沒有就是 即使過了失效都可以撤銷 所以這個條文大家應該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不做呢 政府單位各自為政 然後卓蘭正正公所 他就說我去核准 你可以蓋房子 然後縣政府苗栗縣政府講說 我都是按照卓蘭正的這個政的 我都只是書面審 都讓他過 那房子已經開始蓋了 蓋到盛家屋頂還沒蓋 結果這個核川地來講說 你在核川地上不能 然後就要叫他強制拆 又要把它划錢 所以這個問題變成 你都沒有協調 而且原本人民就有信賴你 供錢力的這個問題 所以本來就這樣 所以只要練法律的都懂啊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看蘇院長都懂啊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一大堆 行政法院的法官不懂 所以行政法院的法官啊 你的法律其實很差勁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你看 但行政程序法117條 他就有規定啦 他可以只要可以有救濟的 可以做全部 職權全部或一部撤銷啊 一直選全部或一部份的撤銷 這個法條明白的規定啦 救濟也可以經過 所以只適在你的心 你要不要幫人民 對不對 如果要幫民 要不要用人錢的觀點 如果要當然都可以解決啊 是 那如果人民無處發生 那我們就幫你報導出來嘛 就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